12月9日晚,知名微博网友八哥专用发布一组综艺截图,并说,最近某韩国节目的中国嘉宾王新林简直有毒,口无遮拦,频频黑中国。 说中国高考时特工队会拿箱监视,考前要进卫生间做一次全身检查,所以大家会穿纸尿裤去考试。 提到南京大脱沙时,他说,中国学习世界史80%都是关于日本的。 前嘉宾张鱼安发微博感慨,脑子是个好东西,没了真可惜。 这条微博一出,立马引起网友热议,只能证明他是真的没参加过高考。 国家强大了,自己才会被外国人瞧得起,这么简单的道理,这个智障不懂吗? 还有人纷纷为张鱼安点赞,张鱼安以前在节目里一直努力改变别人对中国的偏见, 虽然中国还是有不够好的地方,不过也努力在变好,现在让这新人一说,以前的努力算是白费了。 这一生最重要的一课备,因为我们的政典就随着课,他们叫明仲大学在社会订阅。 所以明仲大学在学生或者職位了需要职设后关于什么研究室。 所以中国学习中的社会训练的中心是反而不法步联亡。 所以此时是重要的原因,今天学习费时哲会来的,我们的时间将内区内可以使用冲支冲的监装。 这么高签撰吗? 你 我 我 我 你的 ??? 都是 有 你 通常 就 約 又 就 我 又 你 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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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用手法嗎? 是可以? 沒有手法 我沒有手法 我沒有手法 你沒手法 我沒有手法 但我沒有手法